这么严重吗 陆爷 得 不方便的话我就不问了 算了 你这孩子孽主义太多 我不跟你说 你又指不定到别的什么人那儿去打听 你幸亏问的是我 要是问的别人 那个人又对你存心不良的话 他只要把你的问题转达给吕茨 你小子就完蛋了 他呀 就是条疯狗 如果他认为有人试图做出 对他们家族不利的举动 那他就会发疯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我懂 但说话讲证据 别瞎猜 我告诉你两件事 记住了 然后从此闭嘴 别再和其他人打听 懂吗 一 四四年以前 吕茨家绝对没有什么明魂术 二 明魂术确实是天生异能 不是什么后天技术 这件事我们这帮当年的经历者都清楚 但我们不愿再起风波 而且又无凭无据 所以大家都不想多提 明白 陆爷我明白 还有别的问的吗 冯宝宝呀 冯宝宝 找机会咱俩切磋切磋吧 行 玲瓏 没礼貌 宝宝是客人 你这不是该对客人讲的话 有你屁事啊 哥 第一回见人家 我跟宝儿可喝过 什么时候停手 什么停手 切磋 得定好这个 要么你见红 要么你喊停 我就不错了 我跟张主兰就这么错 不定好了 有时我错中了 他怪我 好像一定是我被错的样子 太爷 你完事了 出来 留下吃饭 那我就不打扰了 陆爷 玲瓏 顶桌去 好嘞 能喝吗 出来 陆爷 我真的 陆爷 你俩小东西送走了 嗯 这个冯宝宝呀 酒同转世 太爷 您今天喝多了 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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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在你们这些小辈 面前喝多啊 啊 不 您的酒量我们最清楚 比今天的量再多一倍 您也不会是这副松懈的样子 嗯 太爷 您 怎么了 没什么 碧莲这小子 今天跟我打听了半天 那个混蛋的事 要不是答应他了 我实在不想对外人提起 无根生 无根生 太爷 我早就想说了 这么多年 您是不是该试着放下了 哎呀 太爷 也许 无根生已经死了呢 对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就当他已经死了 谁能证明 要么让我亲眼见到 要么让我亲手杀掉 要么我被他杀掉也行 不和他做个了断 我放不下来 而且我没有证据 就是感觉 感觉 我总觉得他没死 他没死 今天张初兰的问题很奇怪 他问了太多 关于无根生的问题 虽然确实和他爷爷有关 但还是太奇怪了 不管他知道了什么 总之他想去查无根生 是肯定的了 哥 太爷 其实我和玲珑 还有家里其他人 以前就商量过了 如果您实在放不下的话 无根生的下落 我们替您来查 你们 对 尤其是我 这个人跟我也并不是毫无关系 毕竟我是这么多年来 唯一从您那儿继承了 逆生三重的人 三一门的恩怨 我也有份 从陆家回去 还是宝宝开的车 张楚兰胆战心惊了一路 还是撞上了交警设卡查酒驾 当酒精呼气检测仪的吹气口 对准宝宝的时候 张楚兰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张楚兰 这辈子好像就他们 好像没赶上过什么好事 小医科 轻点轻点 可以了 走吧 卧槽 我说你这么嚣张地开车呢 真的没事 那点酒精 十分钟就下话完了 汽车继续行驶 张楚兰回忆今天陆老 告诉她的那些消息 想到她说的权姓和金凤 或许可以问一下其他人 黄昏的天空泛着霞光 墓园笼罩在葡萄色的寂静中 一排排墓碑整齐排列 木然矗立 王振球穿着一身黑衣 往日散乱的金发一丝不苟地绑成马尾 她站在一排墓前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最后将手中的花束放下 喂 金凤婆婆 还没找到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要替我找可以啊 要不你去溜盘水那边看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 如果是宝宝问我的话 我也许会说 嗯 是你的话 免谈 拜 张楚兰也是 你们也是 一个个的 别催我催得那么紧 你小王八犊子 我不管 发生金凤我就管你要了 夏柳青 我今天很不爽 不要惹我 尤其不要在这里惹我 哦 对了 刚才张楚兰向我打听金凤婆婆的下落 而且还向我打听你 我 她打听我干啥 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在碧游村的时候 就在搞事情 我知道她在搞 哦 却不知道她在搞什么 哦 走吧 苦闷的我 急需找点乐子 金凤儿 我知道 我知道 想要遇到有趣的事 就要去接触有趣的人 你说对吧 阿伦 同意 你们觉得张楚兰怎么样 三人渐行渐远 只留下一束花 安静地躺在墓碑前 墓碑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智有司令 智有小诗 就问到这些年之后 可以继续 或许多小诗 这次行为 不是